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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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至于定价和转售等问题 详细情况就要等施政报告先说 但就表明尽量不会动用起公屋的地 临走还专程和示威者吹两嘴 我和你们大家的理念都很接近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用这种计念 影响到别人的走势 我都同意这个不可问题必需要解决 所以请你们大家支持这个土地工作 土地供应之下小小的工作 在社会有理性的辩论 不要所有土地都不准化纸 希望会有更多好消息 当生命似榴莲在摩天伦 想创摩天伦看香港景 看来 新舊营扮商未聊天 摩天伦凶多吉小 这个HKi 不觉不觉已经成为了中环的新地标 影结婚相好 影毕业相好 影毕业相好 还是拍剧好 这个背景无敌啊 但早几天突然停运 拿着飞隔 随时都要撕飞 话说政府在去年11月 就海滨摩天伦用地 新的三年短期租约进行公开照表 根据这几方面 今年5月公布 由TECL中标新营扮商 但交接期就不得好 现在个营扮商牌照到期 摩天伦在8月底停止营运 而新右两边营扮商 还一直谈卖卖摩天伦和其他设施 发展局说 如果两家公司未能达成协议 现时的营扮商 就要在10月31日前拆了摩天伦 将福地交给新营扮商 有消息说 摩天伦市值2亿 新营扮商TECL就未有回应 是否会接手摩天伦 只是说投标时有一系列多元建议 遲些向大众公布 咦 但旧营扮商首次回应 爆新营扮商TECL去年用1元成立 没有搞过摩天伦 不符合招标要求 但这都中标 觉得惊讶和失望 他们和TECL7月开始谈交接安排 谈过了摩天伦给TECL 但谈了两个月都证明不到够钱去买 已经向政府重新申请牌照 如果失败 就会在5日后拆掉它 交回快地给政府 发展局的解释 TECL 交的技术建议 票价等等 都比其他投标者优胜 又说早在5月已经通知救营扮商 最近在上个月28日到期 好 回来这个碧蜂蜂蜂 其实原来我上个星期 可能交代得不好 有些人就以为我不做 是呀 很多人很担心 也没有很多人 只要有一两个 只要说 因为工作关系 星期一没有空 星期一没有空 就转到星期四 很简单 你上个星期都会吓到 诶 怎么办 也不会 因为是啤梨晚步 我只是帮忙撑一场 暂时 其实我都经常谈 都很麻烦 这几个月 可能是星期四 可能是明年 又会转回 因为我的工作安排 有些麻烦 当然今天 我和林康正 可能是 林康正 因为他昨天 访问 Belly Mark 即是地他 我真的很想说 他真的很有勇气 如何成功 因为一宗丑闻 在香港 因为太小了 发生这些事情 真的有成细 立即要改名 和整容 但是他可以 把它变成了 他转行 成为一个KOL 我都觉得 真的相当之厉害 但是他访问完之后 就跟我说 我弄傷了一条腰 我不知道他怎样弄傷了一条腰 接着就弄傷了一条腰 你搞些什么 今天就来不到 我还以为他昨天有事 我还担心 昨天的Belly漫步怎么办 原来不是 昨天更兴奋 晚上就跟我说 我弄傷了一条腰 我也是不行的 当然 林康正是虧虧的 没办法 林康正 这些人 我又觉得 衰衰格格的 他其实很想Belly漫步 有一些新的冲击给大家 就是希望 可以邀请更多的女嘉宾上来 就是他做的那些集术就是有女嘉宾 但是 那些人就不肯出面 就找了我出面 他竟然找你 找我出面 他竟然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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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实际上太多事情要说 我可以告诉你 正在头两节 我都分分钟要做一小时 还有最惨的事情 以前史提通常都会跟我说 不要紧 你用完我也知道 我那一朵 我今天 我连史提的题目也想说 所以我也想要继续 看看如何安排 刚才第一节 都有很多新闻 先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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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没有拍片的 剛剛才知道 就是鄭松泰的郭琴 我等一下再讲 連中大那件事一起讲 先讲了摩天倫 我今天下午看了一段新闻 就说摩天倫终于 如何说呢 调整了 就不会拆掉了 就正式弄掉了 其实整件事 我想大家不要给那些 所谓的报道 或者很多KOL的说法 掩盖了 我们先逐样逐样看 首先当然 他重新公开招标 但穷辛公开招标政府 又调整了一些条件 有很多人 就为TCL 以前那间 瑞士兰公司 普普平 想要更改条件 其实我呢 我觉得 如果你只看 Bill的吸引力 我就真的觉得TCL 是吸引力 如果租这些地方出去 你是公帑 如果有人是出更高价去租 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有利的 因为政府收入多了 他又说摩天倫可以减到20元 这也是对市民的福利 哇 减到20元 那当然我们先先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 我担心的人不是担心 如果就这样看 然后你说20元就一定 安全一定会有危险 那我没有绝对 有人说一定要这样 但当然他会有背后的原因 这个我们先先说 好 第二件事就是 这样就迫他去拆摩天倫 那我要想 如果他的条件是比较好 那接着拆了摩天倫 再建立 那当然我自己觉得 可能会令我们有点不方便 但是他会每个月继续交租的 租是比以前高的 我亦都觉得是摩后悔 这些是商业上的交付 而且你一看就已经看到了 这件事情大家互相博弈 因为拆了摩天倫 那间瑞士公司 就赔了夫人又接兵 因为他还要付钱拆 其实别人就看死你一定就不拆 因为你卖给我 就一定是最有好处的 那只不过还没谈到 究竟压价可以压到怎么样 那现在就足之 就是达成了协议 都是要用一个价钱 去买回给TCL 其实一早已经猜到这个结局 这个摩天倫一定不会拆的 因为站住商业的角度来说 无论你觉得如何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钱是最客观的 我是被你冤枉的 但是我被你冤枉之余 我都不会一拍两三蠢的 这是利益的计算 这是商业上的考虑 然后当然 如果我自己单纯来看 整件事是没问题的 你的标不够人高 你被别人换了 别人答应了 有这样的条件 是比你更好的 接收就没问题 但是 真正整件事的问题在哪里 有两点 第一点 当然招标的条件 突然间改了 这个改了 最主要就是 把最低限度 要有三年经验 变成十年之内 你有一年经验就可以了 那么 这些这样的合约调整 我就不担心 会影响到 孟天伦的安全问题 那你政府有那些基点处 有这么多人去监管 就是如果这些事情都做得不好 不是因为那间公司 是做得那个标书是比较贵 或者是那些票价比较贵 一些经营丰富 你才确保它安全 应该是无论任何的情况之下 都一定要安全 我就不担心这件事 但是你如果以后 其他的公司 尤其是海外公司 要再接香港的标 来合作的话 你真的会发觉 这件事 你是抵较了自己 香港政府的声誉 我和你签一份约 第二次逐约的时候 竟然你是会 告诉我 你会更改条件 而这个条件 会令到我 之前的人都有说 其实三年三年约 你根本头三年 是没有可能 可以赚到你 现在那间瑞士公司 是涉本收场的 他预计你第二个三年 都是会给一些经验丰富 就是他去经营 谁知道你会给其他公司 你日后 政府再做其他招标的时候 别人的顾问公司 别人的工程公司 就会计算 原来你是会反口的 原来你三年之后 可能会因为某一些商业利益 或者官商勾结的考虑 令到条件会转变 那我就设计标書更贵 我搞的基建工程 就收你更贵 又或者在里面 可能我们做多些手脚去超支之类 香港政府就以为自己赚了 因为赚了这些东西 我收得贵了 市民又便宜了 我还不是商业 他没有想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商业世界 你一样要是商与 有信与 你没有了信与的时候 不要紧要 别人继续跟你做生意 但是一定会比以前贵很多 这个长远来说 你也是吃虧的 这就是一个很短视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人询了这家公司 跟附近地皮的拥有者 就是梅德峰有一个关系 其实这件事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他表面上就是 我虚给你 你记不记得那时的海滨长郎 他不是说 我可以帮你建设很多 原来他是连周边的 酒店地皮发展的 现在这件事 表面上就是 很便宜的 摩天罗 我又给你很贵的租 你猜到猜到 刚才你看过新闻 将来会有很多不同 特别的发展 迟下会公布 你就是把其他 你连着的地皮 一次过搞自己的东西 你可能搞什么 露天查座 你可能把这些地方 虽然是 其实好像Times Square 表面上是一个公共空间 实际上 你就租给别人 摆桌子 摆桌子 这些东西 我们真的见不少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从而我都不担心 20元的摩天罗 会不会危险 这些不是担心 你说有一家公司虽了本 这些商业世界是没得说的 但是 如果这件事的招标过程 是会令你喪失信誉的 以及我们很久之前 或者在玫瑰之后 都经常见的官商勾结 这些例子 都是很大机会在摩天罗 这些人的地皮 拼合其他附近的东西 一起去搞商业項目 原本的地皮 如果是被瑞士公司搞 就没有价值 因为他不会跟其他酒店合作 你现在附近的东西 全部都是你控制的 你当然可以蚕食附近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定会发生的 我想如果是搞社运的人 你真的想定计划 去那里堵乱 你怎样可以用一个 我们市民给你 在摩天罗的一个机会 去做自己的生意 这些是最离谱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觉得 要持续监察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好了 第二宗新闻 就是说赛若联的大仔跳楼 有两个层面可以看的 第一 就是究竟我们应不应该 陷灾乐和呢 应不应该找死人开玩笑呢 我呢 就抱持开放的态度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 你会不会觉得 不要找死人玩 何不及妻义 我是有点 因为现在还是农历七月 我反而这个考虑 我又没有想过 我也怕 一会儿我笑完 其实不关道德问题 真的怕 笑完之后 晚上回家 突然有人叫我 是否轻轻轻轻轻 我怕 我又没有想过 这个事情 这个真的要小心 但我自己这样看 首先第一 道德问题是很难说的 一个人死了多久 我才可以拿他开玩笑呢 那他搞我的妻义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过 和不及妻义呢 那当然你觉得他是不是搞 或者你应不应该搞 我是很中立的 我没有你这样考虑 但我又觉得 没有需要特别去找 别人的子女来开玩笑 但如果有人这样做 我也觉得 摸口非 因为你 蔡若年是在做教育高副局 你就是在搞别人的弟弟 那你的弟弟 有出事的时候 有些人觉得 感情上 是要找你试分的 我也觉得 是摸口非 不是 我会理解 但第二件事 我就觉得 要想 究竟 你是针对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搞错 第一就是 这些就是 学童自杀问题 处理得不好 不关是学童事 不关是他不小 26岁 我自己印象也是 我看新闻报道 他真的很聪明 又会吹Sex phone 又会弹琴 又跑三行铁人 又是物理治疗师 以前是读沙沙 然后去外国读书 回来 去玻璃读物理治疗 专业人士 其实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很多很聪明的人 他们就会有抑郁症 当然有人说 他因为在三行铁人的时候 不知单车撞到 搞到要去深切治疗部 骨骗碎了 出来之后 人性格就是抑郁之类 但是 我经常都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有些很聪明的人 他这么好才华 或者很羡慕他 但是可能他会有些痛苦 你会不知道 是的 因为看回新闻说 原来他今早已经是尝试去跳 是的 再阻止了 他所盼再在自己的房子里 再求求 即是一心尋死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其实他在一年前已经尝试自杀 是的 但是你想想 蔡若年 虽然我没有实际的证据 但我也猜到 你儿子一年前已经企图跳楼 你当时在做什么 你就是冲投入政治 我先不论你什么政治立场 其实你儿子出现这么大的事 你是不是应该花多时间去照顾他 不是又出来选立法会 其实很简单 就是香港很多家长都是这样 就是全身投入这个工作 然后觉得菲庸可以教到儿子就没问题了 这件事就不是说不行的 譬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就很庆幸我父母不管我的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就是要人关心的 这个我不是说政治立场的问题 就是你香港生了一个儿子 你是不是应该花多时间去照顾他 以及你是不是应该要牺牲你某一些事业 譬如你不要搞选举 你已经是校长了 你是不是应该不要再搞副局 是不是这么忙 你应该花多时间去照顾你的儿子 这个我想是一个心思的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 蔡若莲原来是香港防止自杀会的委员 你应该最知道如何去防止自杀 而我就告诉你 香港的防止自杀委员会是垃圾 你知道那个主席 如果我没记错就是叶兆辉 他说怎样可以防止自杀 他说第一 报纸就不要报那么多自杀新闻 这样少一些人知道自杀 他们就不会有韩帅 之类的 你不想想 这个社会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自杀 你骗得到人吗 你骗不到人 你骗不到人 为什么要报少一些呢 你不如禁止自杀新闻的报道 你猜会没有人自杀 新闻怎么可以不报呢 还有我心想 你觉得这样 这些是斩脚指尾沙虫 你觉得不报新闻 就没有人自杀 这些是金正恩才想得出来的 从外的问题一定不是资讯流通 从外的问题一定是社会出了问题 才会不停有人自杀 第二他说 怎样可以令到学童自杀呢 不如我们就开多些学位 让学生可以升大学 没有压力 不用面对考试的问题 那就不会自杀 麻烦你看看 全香港跳楼跳得最多是哪些 就是大学生 他们竟然觉得是因为学生 升不到大学就会自杀 或者面对考试压力 这些人根本就搞错了自杀的方向 你真是错了 教他们去防止自杀 真是浪费了 这个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 所以我这件事 我就不会去看蔡玲怎样 当然有些人觉得 因为他搞小孩教育 因为他说香港人要投入中国人 所以他是活该死的 另外也有人说 因为他搞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他的儿子是活该死的 如果有这个逻辑 我就会想 搞烂香港教育 就绝对不止蔡玲年 教协呢 争取了这么多年所谓的教师权益 从来没有帮助过香港的教育发展 我觉得他们也有问题 所以有些人就说 蔡玲年啊 儿子跳楼也活该死 我第一时间想 什么时候到张文光呢 好 下一节再说 各位 今天我和大家介绍一间 有黑的补习社 EK Center 艾文补习中心 这里就是我们湾仔的总店 有十个课室 可以同时超过一百个学生上堂 今次重点推介四个黄牌科目 有中文 Economics chemistry 和Math 中文中一至中六 都是由黄家杰老师任教 很多浪文高中的教科书 都是由他主编的 他还编写了几本DSE模拟试卷 人称中文科的教父 数学 无论Core M1、M2 梁sir都可以帮你进步神速 Economics的Bruiser 是香港数一数二的Econ天王 一定帮到你 起码拿5星或以上 Chemistry的张sir是雙Master 又做过DSE的卷员 你不拿5星或5星星 真是对自己不住 EK Center 由8月1日起 已为所有中学的同学 推出两堂免费优惠 我们俊偶佐敦店 还不快点打 3162 0088 找谭小姐预约试堂 亦都可以WhatsApp 6380 509 找高sir问下中四简科 DSE 或者入U的情况 艾文补习中心 明师会聚 助理启迪思维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以及新鸡各媒 casual 魅力力工具 MING PAO TORONTO No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手机 可以博對� INFORMING PAO TI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赞好我们的Facebook专页